下週一將會公布 七月是否漲電價 行政院長蘇文昌明確指出 近來發電的成本大增 各股的電價也都大幅調漲 國內電價是否會調漲 而要漲多少就尊重專業 招由電價審議會來決定 另外外傳可能會指漲用電大戶 國際筆電大廠 IBM 臺灣分公司就回應了 IBM的用電量低 電價的漲幅 百分之三到八都在科控範圍 國際筆電大廠 IBM 臺灣分公司總經理吳建宏坦言 大通膨時代來臨 電價調漲是預料中的事 強調 IBM多年前已經導入節能措施 漲電價衝擊不大 並強調臺灣的電費低 如果國際燃料價格漲 臺電就應該反映成本 反映成本是必然的 因為每年現在臺電的虧損 也蠻大的 長期下去對大家 但部分的本土企業反對 甚至揚言出軸抵制 因為據傳這次調漲 只鎖定用電大戶 而且漲幅可能一口氣 拉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但比較世界各國電價 臺灣的電價其實偏低 根據二零二零年全球電價評比 臺灣住宅用電 每度二點五五九六元 全球排第四 工業用電每度二點四四六億元 因此有學者認為工業用電大戶 應該率先調漲電價 通膨嚴重就怕漲電價推升物價 但不調漲台電的虧損將持續擴大 下週一二十七號 電價會漲多少 到底會影響多少的用戶 產官學界意見交鋒 將找出折中的辦法 記者黃綠莊志成台報道